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30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美国和中国官员30日开始在华盛顿举行 为期两天的关键一轮高层贸易谈判 因双方在此前的谈判中 未能在一些核心和结构性问题上取得突破 外界对中方突然做出重大让步 并不抱什么希望 而谈判前夕 美国对华为和孟晚舟的形势指控 令外界担心可能会导致谈判陷入更为复杂的境地 路透社30日报道 熟悉双方谈判的人士以及贸易专家都表示 没有多少迹象表明 中国官员愿意解决美国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 及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以及北京结束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政策 中国官员否认有强迫技术转移的政策 并强调已经采取措施 包括减少汽车关税 起草外国投资法 改进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承诺结束以行政手段强迫技术转移等 表示双方贸易谈判任何进展的一个关键部分 就是监督核实机制达成协议 迫使中国执行和落实任何改革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刘鹤抵达华盛顿的同一天 美国政府宣布起诉华为及其高管孟晚舟 中国对华为被起诉做出愤怒反应 韩媒报道称 此次谈判的关键并不是中美间你来我往的进行协商 而是在于中方能做出多大让步 且这种让步能否让美国满意 但报道认为 中国做出的改革或让步承诺 始终会建立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 无论美国如何遏制中国 中国都不会在损害国家利益这一问题上做出妥协 报道认为 即使此次中美贸易谈判圆满结束 中美间仍存在再次发生贸易战的可能 部分媒体的报道集中在预测中美 谁将会是贸易谈判的赢家 例如 英国BBC在报道中称 率先让步的一方就输了 美联社最新报道 目前情况来看 双方这个星期不会就结束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对峙 达成实质性解决方案 分析人士表示 也许最好的成果就是双方同意继续谈判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本周川普将把注意力从与国会民主党人的斗争 转移到一个更为艰巨潜在风险更高的谈判挑战上 那就是中国 白宫指出 最近有迹象显示 中国经济疲软部分原因是 美国征收的关税所自 这是北京迫切需要与美国达成协议的一个原因 然而 为期35天的政府停摆消耗了总统的部分政治资本 可能会削弱川普在谈判最后冲刺阶段的影响力 尤其是总统未能在边境墙问题上取得胜利 因而他的生意人名号有所受损 这个事实会让中国人更加的大胆 另外 随着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大型制造商开始遭受财务打击 企业部门对美国的压力也在增加 华尔街日报29日刊文中美谈判开启 川普肩负达成协议压力报道指出 尽管川普称自己占据上风 但川普执掌的美国政府担负着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 首当其冲的原因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将是川普政绩上的大功一线 报道称 川普之所以能够入主白宫 对美国工人许下承诺将重新谈判贸易协议保护工人利益 是重要一步 报道称 这一点对美国两大党都具备吸引力 如果川普能够成功兑现将会赢得一场巨大胜利 这是前任历届总统想同中国达成却没有实现的胜利 反之 不能达成的协议可能给川普造成很大的负面压力 报道称 如果达不成协议 不仅川普会有麻烦 共和党也会面临风险 进一步征税以及未能达成协议 最终会让政府看起来更加失败 1月30日捷克报纸《今日日报》报道 该国税务当局已经将华为排除在一个税务门户项目的投标之外 此前 捷克网件部门警告华为可能带来安全风险 《今日日报》称 捷克财政部相关部门已经修改了 设资5亿克朗税务申报新门户项目的招标文件 因为该项目被归入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类别 而在此之前 华为被认为是很受青睐的 这是华为首次在捷克的项目上受阻 报道表示 欧洲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和已经限制 华为公司产品的美国展开竞争的战场 虽然欧洲很多国家对华为不友好 但日媒提到 想将反对华为的口号落实实处 难度很高 前路不易 日本产经新闻当地时间2019年1月30日报道称 欧洲各国间似乎隐隐有要联合起来 将华为挤出通讯设施建设中的趋势 但欧洲与美国不一样 华为产品已经融入了经济当中 想要抵制华为难度很大 文章称 目前英法 挪威 比利时 波兰等国的 通信业巨头或政府也表态 称在考虑拒绝华为 另一方面 葡萄牙 匈牙利与华为签订了合作协议 意大利 马尔他两国对华为很友好 德国产业联盟也曾发声 针对华为安全性的指控没有证据 德国国内找不到像华为那样规模的厂家 表达了对排出华为的不安 虽然说爱立信诺基亚也是大企业 但据专家分析 在欧洲市场 华为的技术水平更高 它还通过竞标方式选择供应商 降低了生产成本 各国使用华为不仅能减少开支 还不会在5G建设领域落在别国之后 欧亚集团负责高科技领域的分析师坦言 想将如此重要的制造商排除在外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华为收入中有27%来自欧洲 中东 非洲市场 其中大部分又是欧洲市场 欧洲对华为的意义不言而喻 就在美国正式起诉华为之后 华为迅速做出了反应 29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在要求供应商 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 以应对可能的美国技术准入限制 报道称 为因应美国可能采取的禁令 华为正要求供应商将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 这项决定可能影响台积电 日月光等供应商 消息是指出 华为已与台积电商谈 把部分晶片生产转移到南京的工厂 此外 据华为也希望日月光 晶圆电子 把大部分生产转移到中国工厂 华为是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也是全球第二大智慧手机生产商 美国若对华为寄出类似中芯通讯的禁售令 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 据统计 华为累计拥有超过2000家供应商 另据韩朝鲜日报30日报报道称 美重压之下 中国两手准备加快5G崛起 在2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工信部表示5G已达到了预商用阶段 目前最终的商用终端和芯片正在加紧研发 有望在2019年年中出现一个较好的商用终端 中国国家发改委也表示将加快5G商用步伐 之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表示 技术的突破给了华为很多的机会 能够让华为生存下去 美国正式向加拿大要求引渡中国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 指今次并非普通的司法案件 而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月30日表示 沃泰华专注履行国际及条约指责 确保始终如一的履行法制 并重申加拿大是法治国家会尊重法律 正值中加关系紧张之际 有报道称特鲁多计划派特使到中国处理两国的紧张关系 57名国际学者撰写公开信 支持特鲁多在孟晚舟案的立场 加拿大温哥华某法院29日开庭审理 华为集团财务总监孟晚舟更改保释条件的申请 并同时宣布 原定于2月6日就是否向美国引渡孟晚舟开庭的安排 将延后在3月6日举行 便加拿大当局有时间研究 美国本周一正式提出的引渡申请 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称 加拿大法院接纳孟晚舟律师的要求 将听证保释会推迟至3月6日举行 这或许是加拿大的缓兵之计 报道指出 因孟晚舟被捕 中国与加拿大的关系逐渐恶化 加拿大因此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此次推迟省理孟晚舟案 是加拿大使出的缓兵之计 意在拖延时间 为在3月1日前决定美国的引渡请求 争取考虑时间 据法新社报道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30日宣布 他准备提前立法选举 并与反对派展开协商 但他也坚持不会重新举行总统大选 与此同时 反马杜罗阵营号召全国民众上街游行 要求马杜罗立即下台 本周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目前陷入了自从他上台以来 最严重的执政危机 对此有分析指出 相比于俄罗斯 中国对此事的态度显得过于平静 两国关系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变化 据西班牙国家报29日的评论文章称 最近10年 中国总共向委内瑞拉提供了 超过60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 目前双方间仍有20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 尚未还清 此外 这10年中没有迹象表明 中维两国关系曾达到过以往的最佳状态 文章称 委内瑞拉目前国内爆发的政治危机 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打击 但自从马杜罗出任委内瑞拉总统后 由于石油价格下跌 以及该国石油生产出现问题 中维两国关系也开始出现了转变 2018年9月 马杜罗曾出访中国以全球援助 尽管委内瑞拉方面称 他们获得了中方提供的总计为50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中国却从未对此进行过证实 而从该国之后的经济形势来看 此举并未产生实质性结果 另外在马杜罗那次访华过程中 还特地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 但中国官媒对此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报道 这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访华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章认为 两国关系目前更多是在于经济以及债务方面 未来不排除中国与委内瑞拉反对派进行接触的可能 目的是为确保委内瑞拉能够偿还中国方面的债务 而中国目前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美国贸易前景不明等方面的压力 因此相比于俄罗斯 中国对此事的态度显得过于平静 近日中国上海白马会所席卷网络引爆舆论 只应是一个公富婆玩乐的高级会所 且有偿陪室 白马会所正规名称叫完美空间 地址在上海静安区石门一路 靠近南京西路的望望大厦顶楼23层 舆论爆发后 上海警方已经查处白马会所望望大厦已经封闭 但是目前事情似乎有反转迹象 中国环球时报英文版最新报道 白马会所所在的望望大厦并没有被封掉 还是在正常运行 查阅上海白马会所官网 目前人能打开 此外 白马会官微曾发布过招聘启示 称因队伍扩展 集聘大量的商务难模 要求身高在180厘米以上 形象必须要帅 穿着时尚前卫 而工作内容则是单纯陪女客人聊天喝酒 小费最低1000元人民币起 曾有乌客评价 会所内有很多男模 就连前台也是男子 之前网传白马会背景不同寻常 看来果不其然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